英国歌手莉莉艾伦曾在新冠疫情期间和老公一起收养了一只狗狗 却因为狗狗带来了诸多不便 而不得不退养 莉莉艾伦近日登上Podcast节目 听我们的主持人正在考虑收养狗狗一事 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当时夫妻俩收养狗狗之后 在家中频频捣乱 然而试图训练狗狗却无法解决问题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狗狗咬坏了他和女儿的护照 签证等文件 除了必须花费不小金额重新办理相关文件 加上正值疫情期间 办理文件的时间变得很长 导致孩子们回到英国与生父见面的计划泡汤 莉莉艾伦形容 这就像是一场噩梦 狗狗回了他的生活 因此决定将狗狗送回收养中心 感叹有时候即使付出再多努力 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家 展示者赛的部门 解决的全部接触